如果今天1到13顆星我要換個方向 比如說13顆星把它顛倒放在上面 然後再1顆星 那怎麼做? 其實關鍵就在這裡 Range Range的話這個清單 有沒有我講過 Range它是產生清單的一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的話 我們原則上是前面小後面大 可是如果你要顛倒的話 你可以把數字顛倒 也就是你要先13的話 你可以這邊改一下13 然後把它CtrlA Ctrl加好放大一下 然後後面的話 就也是一樣 就是13、12一直到1 可是你這邊的數字 應該是1的下一個數字 所以應該是輸入0才對 另外有一點 如果你是反過來的話 特別注意豆點後面一定要加一個-1 OK 如果你沒有加一個-1的話 它預設是1 1的話越來越多 但是如果你顛倒的話 那請各位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加這個 如果你沒有加這個的話 它變成越來越多 那就不會輸出正確的你要的結果 OK 記得哦 預設是1哦 所以如果1的話可以不用輸入 但是如果你是顛倒過來的話 那記者一定要用-1 就是意思是說 就是13-1嘛 那就變成12 越來越少 那到0停下來 所以它會輸出到1為止 應該這個邏輯應該可以理解 好 那我們來輸出 所以第二個是顛倒過來 OK 那我們把這個結果就顛倒 13-1 OK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什麼呢 把剛剛的這個往下 這邊 這個啦 正向加空白 主要是空白 我剛剛講 空白的部分 跟星號 其實你要兩個把它串在一起 一起看 可是問題要怎麼樣剛好 當然呢 你解的方法啦 像程式部分呢 也沒有所謂的 只有唯一一個答案 那但是我用我自己推的 那如果你假如是 說老師我覺得你的邏輯 跟我邏輯不太一樣 那我可不可以想另外一個邏輯 把程式寫 可以啦 如果你想出來的程式 怎麼講 你接受度更高的話 那沒關係 你可以改寫 因為之前好像我記得有同學 就寫另外一個方法 但是 他說老師我寫這樣子 OK 我說看一下 OK啦 沒有問題啦 但是我自己看 我看他的邏輯 我不習慣 我說要是我 我不會這樣寫 如果我寫你的方法 我會覺得 就是感覺就是有相容性問題 就是整個就 看 看的就是整個不順眼 所以如果你假如看我的程式 你覺得 想要改成 你自己習慣的邏輯 沒關係 你可以改改看 OK 但是有個前提啦 就是你改完程式 如果假設越改越複雜 我看算了 你不要改 改的亂七 越改 反而就是說呢 改的容易出錯 那反而你算了 你還是想一個 程式盡量越精簡還是越好 OK 簡單 不要說寫得很複雜 結果一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如果前面 所以第一個我先把它復原 所以第一個我先把它復原 也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我們是1到13 所以14 就是應該再多一個4J回圈 在裡面多一個4J回圈 其實倒也是一個方案 有沒有 另外還有一個方案 如果你假如 因為你多一個回圈的話 其實程式 是相對的會比較複雜 可是有沒有什麼方法 你想說 這個星 這個前面的空白 它是12到0 那我們如果這個range的話 它這邊是1到13 那如果我換個方向來看 如果我希望產生12到0的話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另外 用計算的 我用13去減 13減掉i的話 當i等於1的時候有沒有 那就是12嘛 當i等於2的時候 13減掉那就11嘛 當i等於13 13減掉那就0嘛 那不就剛好符合 我們要的邏輯了 對不對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當然你想說 老師我還是想說 加個J 可不可以 可以 方法 你如果邏輯推 然後呢 產生要的變數 也是可以 只是說呢 我剛剛想的方法 好像實物層次比較簡單 那應該寫在哪裡呢 應該就寫在 這個星號的上一行 因為要先輸出空白 有沒有 再輸出星號 所以呢 理論上放在這裡 然後我們就printer printer 什麼呢 printer 什麼呢 空白 那就一個雙0號中心加空白 這樣就空白了 幾個呢 OK printer 空白 意思就是說呢 我把它先減完之後 再跟前面的乘 有沒有 你如果沒有刮會出錯 它會先乘13 再去減 那結果那就不對了 OK 那 再來的話還有一個問題 如果你輸出的話 因為printer 本身呢 它會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換行 那我講過 因為如果假設你輸出12個 假設這樣輸出 你會發現 它有輸出了 可是這個空白變成怎樣 12個 但是它因為printer 本身有帶一個空 換行 所以它會變成把那個 下一個星號放在它的下方 那就不對了 所以怎麼辦呢 還記得吧 痘點 什麼 end 等於什麼 沒有 意思就是把那個printer 去掉 那這樣去掉之後的話 12個空白一顆星 然後換行 然後再11個空白兩顆星 欸 所以喔 基本上呢 我們其實只有加了這個而已 喔 試試看結果 OK 知心 有沒有發現 它就剛剛好有沒有 12個空白 然後呢 一顆星 有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11個空白 兩顆星 欸 所以喔 我發現喔 用這個邏輯 做出來的 似乎比較簡單 有沒有 但如果你想說 老師 我不太喜歡這樣 我想 多一個佛追 可不可以 可以啦 佛追的話就是什麼 欸 12 痘點 然後到0嘛 到0的話就負1嘛 然後痘點 然後後面記得要加一個負1 然後它那個追裡面的值 你就可以把它產生空白 產生空白之後再去產生那個星號 可不可以喔 但是喔 那樣的寫法 前提就是應該會讓程式變得比較複雜 OK 好 如果比較複雜 那像我是直覺 像我的習慣是喔 同樣一個程式啦 我會想很多種方法 哪一種 最後呢 留下最精簡的那一個 OK 所以有些程式喔 你看到我寫的那個程式的結果喔 其實是已經是每次上課 然後就重新再去review一下 然後再思考 看看這個程式呢 能不能讓它更精簡 欸如果可以 那我們要改一下 所以啊其實這個 我們上面的程式喔 已經改版很多次了 從我剛開始上這個課程 每次就在想 欸有沒有更簡單的寫法 如果有那就改一下 OK 好那同樣的喔 如果今天呢 我希望把這一個 前面加星號喔 然後把它怎麼樣 倒過來 其實它倒過來也不難啦 所以等一下其實你們可以試試看喔 這個是正向加上空白 然後呢一樣可以把 反向加空白 有沒有 反向喔 也就是前面是13顆星 然後再12顆 12顆的話就多一個空白 然後再11 11顆星前面加兩個空白 最下面就是12 所以是0到12 空白數量喔 那其實要怎麼做 很簡單啦 就發現其實就改 改那個一個地方就可以了喔 那再來喔 那再來喔 後面還有更複雜的 同學說老師 直角三角形 不過癮 那我們畫個 等腰三角形喔 OK 欸 等腰三角形 那這個等腰三角形喔 其實就是把剛剛的直角三角形 的另外一邊畫出來 所以底部的話喔 等於是說 中間這個部分是共用的 然後左邊右邊喔 就是12顆星 也就是說喔 這顆等腰的話呢 它中間這個1喔 這個是 兩邊等於是共用的 所以底下的話 本來應該是13顆對不對喔 那現在變13 另外一邊 因為這邊這邊有共用嘛 所以這邊是12 所以這個應該是25顆星 OK 所以它邏輯應該是 應該是12乘以2 加1就可以了 有沒有 那所以其實是不是 有沒有什麼 那這個應該是0 0乘以2 加1 欸 它是不是可以 所以喔 假如說我要寫出一個 像這樣一個等腰三角形的話 怎麼做比較好 當然我還是強調喔 沒有標 沒有所謂的固定單一答案喔 其實至少可以想出十種寫法 都可以做出來 但是要看哪一個寫法 你最能夠接受 而且喔 最簡單 你要寫完最後發現很複雜 然後呢 你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在寫什麼的話 那那個寫法其實不OK的 欸 不過可以分析啦 有沒有 左邊右邊一樣 所以乘以2 中間加1就好了 有沒有 這個邏輯有了 那再來如何把這個邏輯再跟回圈結合 欸 就可以寫出我要的結果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把剛剛的那個喔 欸 我剛剛主要是寫 反向的 先反向三角形 然後再來就是正向加空白 然後再反向加空白 如果這些都做完的話喔 可以試試看等腰三角形 等腰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把前面這個可能前面的空白要加上完 然後再產生一個直角 然後另外一邊的話也再把它產生喔 那這個的話該怎麼做喔 其實它的邏輯是這樣啊 就是 這邊一樣是十二個空白 加一顆心 十一個空白 加 本來應該加兩顆心 現在變加三顆心 然後再十一個空白 加五顆心 欸 一三五七九 有沒有 所以是一三五七九 應該到多少 到25 OK 那怎麼做 方法很多喔 OK 一三五 所以 假如說前面空白 後面變成本來是一二三四五到十三 那現在變成一三五七九 到25 不是中間是什麼 中間step二嘛 也可以 step二其實也可以做出來 怎麼做比較簡單喔 我想 怎麼這麼簡單 一三五 這是不是七二四六七九 那這樣 所以 寫法很多 好 想想看喔 好